Hello 我好久没有录Vlog了 今天要录一个Vlog 就是我们要去拍照 我们在一起一千天了 今天要去拍法式田园风的照片 我换好衣服,换好妆啦 我现在来给大家拍我今天穿搭 之前我的Vlog有个非常严重的失误 因为我每一件衣服 其实都会根据我要去的地方和拍摄的风格 选专门的衣服 然后基本上会选八万年 我居然没有拍任何一个特写 没有给任何一个注写 我真的是心在滴血啊 现在就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裙子吧 今天裙子来自我最喜欢的裙子品牌之一 Zimmerman OK 非常适合今天 今天是理想中的状态 应该是法式田园风 然后这条裙子就很复古嘛 这个领子这种褶皱还有点小小高的 然后这种一颗一颗的这种小盘扣 再配上这种草边的腰带 然后这个在阳光下这袖子 其实会透应该是会半透明材质 唯一不是很喜欢的地方是她肩膀 就是因为我的肩比较窄比较圆 就是显得很像一个葫芦啊 就是这条裙子最棒的地方是她里面这条衬裙 就是同一个花色不同的材质 就是完全不同的气质 当一个全新的单品来穿 好了就录到这里了 我再录下去 太阳就要下山了 长行就要开了我的头了 这条衬裙的衬裙 这条衬裙的衬裙 也是很像不一样的地方 这条衬裙的衬裙 这条衬裙的衬裙 但这个草实在是太高了 没有口了吗 翻吗 是翻这个前草还是走刚刚那个生草 这能翻过去吗 可以啊 真的 我们很怂的结束了 进都没有进去 大家不敢跨那个炸了 刚刚又去了两个地方 发现都不太合适 我们从出门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不过还好我们出门出的早 现在天黑黑的也晚 现在去goldenlight还有45分钟的时间 8点才开始goldenlight 所以熊花还有一些时间 经过我们的千挑万选 我们选中了这一块草地泥 天上去又很野生 然后旁边又能停车 头小真好 戴什么帽子 都很好看 我要是戴着这个帽子绝对像那个什么 要去做化疗 然后戴上今天穿的呢 是一件非常简单 又好看的Nuji上衣 然后它的裤子是一个日本牌子 之后标注一下 鞋子呢是他最喜欢的海浪 外套也很好看 外套整湿一下 反正穿上才比较好看 这样也看不出什么 反正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 我觉得走到这么深就够了 好 会用吗 应该会用 摸索一下 我试试看这样从草里推过去 加油 跑啊 跑起来 哎呀 这个相机失败了 昨天我们拍的时间实在是有点短 然后今天我们有同一个时间又出来了 嗨我和木槿花 远处Josie正在向我们走来 她跨着季洋的步伐正在向我们走来 纯净中国甜心Josie 让我们拍一个浪漫的小桥 光脚的田园少女 我就像末代画中的女人 自夸还可爱心 我们现在来到了大约三年前 我们刚来上学的时候 在这里遇到了一个老爷爷 农民老爷爷 然后去她家后面有一棵树 我们的定情树 就当时我和她有点小暧昧 然后我们一起来这里拍作业 然后走了很远很远的这种小道 她一个近的在那里放歌 又不爱说话 我一个人在那嗶嗶嗶嗶嗶 哇好七色的回忆哦 哈哈哈哈哈哈 路的尽头 在路的中间那棵小树 就是我们说的那棵树 天呐我在说什么 有知了的架上 我们走了好远 我们走到了刚刚说的以为的这棵树 然后发现这棵树太小了 应该不是这棵 是远远的后面的那棵树 真的是在路的尽头 谈恋爱的人怎么会累呢你说 然后她现在都不跟我走在一起了 之前那棵树下本来有个梯子 那个老头把梯子拆了 那怎么爬呀 没得爬了 现在Josie在帮我们照合照 过来吗 我以为你要自拍 再自拍 太帅了 老爷爷在这里我们去跟他睡个孩子 谢谢 我差一分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 现在十点十三了 终于天黑了 我们换上了另外一套 准备去拍晚上的闪光灯 看 我有多么的浮夸 其实还好 没有我想象中浮夸 我想象中这个是丝绸制的 然后反光灯其实低调了不少 然后下面其实就是纯黑的 因为没有带首饰盒过来村子里 然后借了妹妹的环子 我们在小区 的湖边开始找 正好他们在测光 现在是太冷了 看到那个相机拍的不是很满意 那个光控制的没有很好 我们现在用手机Yono再拍两张 好 走 这样好像有点丧丧 他还是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觉得刚刚挺好看的 就 没有拍成想拍的样子 但是没关系 之前的也拍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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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